缅甸军方二月初发动政变 逮捕了民选领袖昂山素季之后 一波波不满的浪潮席卷缅甸全国 谴责军方破坏民主进程 不过军方的态度似乎还是很强硬 昨天甚至突击并且摧毁了全国民主联盟的总部 那么这也让当地民众再次不顾军方禁止集会的禁令 依然在多座城市走上街头示威 在首都内比都 警方为了驱赶示威人士更是出动了水炮车 并且向民众发射橡皮子弹 结果就造成了一名妇女头部中枪 性命危在旦夕 缅甸反军方示威活动持续 警民对峙的情景也一再上演 首都内比都原名妇女在示威期间站在路旁时 因为遭到警方射中橡皮子弹 当场倒地不醒场面害人 而这场活动也被称为是示威期间最暴力的一天 来到今天缅甸的抗议热潮仍然还未熄灭 多个城市的民众举着抗议标语和国旗 高喊口号走上街头 成千上万的民众更是挤满了主要道路 有人甚至将沙发搬到路中间 坐着休息 打算展开长时间的抗争 就连坐车路过的民众也同样举起了三根手指的手势 表达自己对示威活动的支持与鼓励 另外针对缅甸军方对示威人士使用暴力的情况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也予以谴责 呼吁缅甸军方尊重人权自由 确保和平集会权利得到充分尊重 严禁以不相称地武力对待民众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预计在后天举行特别会议 讨论缅甸危机对人群的影响 这项议题目前也已经得到了47个国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